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穿针引线的小妙招 只需要一根缝纫的小线 搭在我们的手掌上之后 我们将针饼放在线上 大家看啊 慢动作 压在线上之后 轻轻的左右搓动几下 大家看啊 我慢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线已经从针饼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拉动 线上 大家看啊 就是这么快速穿针引线法 日常生活当中 这样的穿针引线法 非常简单 快速 省时省力 并且解决了很多老花眼人 穿针引线 由于针饼太小 穿不过去 都可以用这种办法 都可以用这种办法 感谢观看啊 谢谢大家